在清政府准备实行预备立宪的时候 清政府内部很多官员 那么对于清政府内部官场上当中的一些 这种繁琐的这种跪拜礼仪 那么提出了一些批评 要去进行一些改革 1906年9月1号 清政府颁布了一个上誉 表示要访行宪政 那么这样 清政府就开始了一个访行宪政 这么一个改革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从此以后 清政府内部有很多官员 就不断的提出来 要改变清廷内部当中的这些仪节 就是跪拜的这些礼节 那么1907年9月 江南道的监察御史叫做吴方 那么吴方就给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 吴方在奏折当中 他主要讲了这么一个意思 说在欧美各个国家的官场上 这个政界当中 彼此之间的这个礼节是平等 而简洁 彼此间是很平等的 也很简单 他说呢 即使是总统与民相见 总统和这老百姓相见的时候 也同样是呢 称为同 报李同 什么呢 称为同 就称不是一样的 是吧 他称 总统先生 是吧 这个总统称 什么亨利先生 福特先生 是吧 称为同 报李同 是吧 也都是握握手而已 是吧 是称为同 报李同 说节目书阔 而情义周洽 那么说 这个周方 对于西方政界当中 这些礼节 那么他表示非常赞成 非常的赞赏 他说反过来 我们再看一看中国 说中国是什么呢 中国是天则之分之言 就中国这个等级观念 是非常严的 是吧 我们平常讲说 官大一级压死人 是吧 他的等级观念非常强 说这个大小的官吏 对于老百姓 是过于的自尊自贵 是吧 自认为自己是 这个非常尊贵 是吧 那么他讲 说这些人 本来应该是欺民之官 直接基础老百姓 他说但是这些人 往往是深居简出 高高在上 是吧 那么这些人 你们周官县官 一旦是出行 是吧 是出则 出则圣臣一位 道路辟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周县官出来了 要打着那种 仪仗 名罗开道 要让老百姓都给躲开 叫做出则圣臣一位 道路辟人 而且他们还规定了 各级官员是什么时候 可以去 接见 下面的这些老百姓 接见下面的官员 就是说周县官 是吧 有告期 我哪天才能够接见老百姓 是吧 那么各个衙门有衙期 就是只有固定这个时间 这些官员才去接见 他的下级官员 那么这个周方就讲 说这样做 是吧 就使得老百姓 和这个官员之间 这个关系就搞得比较紧张 那么他们讲 他说这样做的话 是吧 民间的疾苦 何以周知 利弊何以上达 是这个周县官 这个地方官和老百姓之间 是吧 这么这种隔阂 等级观念 很等级这个观念非常强 是吧 那么很难呢 那么进行这种沟通 说这样的话 这样做的话 既难以通上下之情 又不符合秦政府这个实行 预备立宪政体的这种要求 不符合这个实行 这个立宪政体的这种精神 那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 清政府的官员 他不可能 也不敢对清朝皇帝的 那种政治权威 是吧 进行批评啊 或者有任何不敬 那么这个周方 这个周方 他不得不表明 说什么呢 说朝廷成不宜将尊 以起暗竿之鉴 说清朝廷啊 清朝皇帝啊 当然不能够将尊于贵 是吧 不分等级 否则的话呢 就会有些人 是吧 就会觊觎皇权 是吧 那么就没有这等级观念 当然是不能够这样 那么但是周方 对于在中国流行了几些年的 这种虚焦之气 官场上这些腐败的这种礼节 仍然给予了大力的批评 那么他就要求 清政府要以立宪的精神 在改革官制的时候 着定长属相见 官民相见之礼 就清政府进行官制改革的时候 要定一个长官和下属相见的礼节 定一下呢 这个官和民之间相见的礼节 而且规定要由清朝皇帝 明将御旨 下一个御旨 将从前的告妻牙妻 就什么时候接见老百姓 什么时候接见这个官员 前面我们讲到了 将这个告妻牙妻 将这个跪拜请安 将这个称卑道小 这些弊端漏习 要割除禁忌 要把这些旧的礼族 都要把它割除掉 那么当然 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容 你比如讲像 孙春轩 是吧 像这个 陈奎龙 那么像这个 杨世襄 那么他们 所要反对的 所要割除的 是吧 是什么呢 是下级官员 对上级官员的跪拜 是吧 反对的不是说 这些官员对皇帝的跪拜 那么更不是反对呢 在中国有这种跪拜礼 那么他们在讲到 这些官员 进阵上级官员的时候 不要行跪拜礼 是以清政府的 礼部 择礼为依据的 是吧 那么这个 周方 所讲的 是吧 也不是说 从根本上 要废除跪拜礼 那么他是讲什么呢 是要求 对于清政府当中 那些 繁杂的 那种非常繁琐的 这种跪拜礼节 进行一些改良 那也就是说 清朝统治阶级 所提出来的 对于清政府内部的 这些跪拜的 这些仪劫 进行改革 是有他一定的局限性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但是有一点 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是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内部 这些官员 提出来 要对传统的跪拜的礼节 进行一些改革 是吧 他是在什么呢 是在清政府准备 访行宪政的 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之下 提出来的 那么我们从这些人的 这些主张当中 我们可以感觉到 或者说看到 一些较为开明的 清政府的 封家大力 是吧 已经开始萌生了 尊重其他人 人格的 这么一种思想的 一种萌芽 或者有了一个 初步的萌度 那么以着说 我们有理由 把他们这些的主张 看成是中国人民 经过了对中西理智 长期的比较之后 力图要改良 要平气 传统礼仪的 一种前兆 或者一种端倪 那么这个事实 就正向 大公报当中的 文章当中 所讲的一段话 那么大公报上讲 就说 杨世襄这些人 要求下级 不要再自称卑职 是吧 要求他们 不要行规拜礼 说这些是此连帅 连帅就指的是杨世襄 你说这个杨世襄 他的号叫做连 叫做这个连辅 他说此连帅 使辽蜀 使他的下级 劫之自重之意 使他的下级都知道 自己应该具有一个 独立的人格 有他自己人格 说此连帅 使辽蜀 劫之自重之意 居心可谓厚矣 他是有这种 深层次的一种意思 在内的 有深层含义的 那么这是 清政府内部的一些官员 那么提出来 要对于传统的 那种跪拜的礼节 那么进行一些改良 做一些改变 那么1911年10月 爆发了五场起义 之后呢 全国各个省 都在这个 纷纷的独立响应 那么在辛亥革命的 打击之下 清王朝的龙玉太后 带着他的 这个小皇帝 溥仪 那么在1912年的 2月12号 在清宫的养心殿 就举行了清王朝 同时也是中国的封建 君主专制制度当中的 最后的一次朝建的仪式 最后一次朝建仪式 那么在这次朝建仪式上 龙玉太后代表清王朝 接受和颁布了清朝皇帝 退位的诏书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要突出讲的一点什么呢 就是说在这次朝建仪式上 袁世凯内阁的几个大臣 像他的外务大臣 胡威德 民政大臣赵炳君 还有游传大臣梁士仪 那么这些大臣 第一次废除了跪拜礼 那么是什么呢 他们是以这种三居宫礼 朝建了龙玉皇太后 朝建了这个宣统皇帝 那么这样呢 这个表示这种非常森严的 党籍观念 贬义人格尊严的这个跪拜礼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 已经寿终正寝 被废止了 就是袁世凯内阁的几个大臣 不再行跪拜礼 而是以鞠躬礼 是中国的这些人 已经第一次用鞠躬礼 去觐见去朝建 龙玉太后和宣统皇帝 那么接着 到了1912年的3月12号 3月2号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颁布了一个命令 他就命了什么呢 就是说凡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 那么因此这些人 就不能够再以什么大人的老爷来称呼了 因为都是人民的公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中华民国就废除了政治上的这种等级的区分 那么同时也就为 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 废除跪拜礼 提供了一个政治上的保证 就格出这种大人 什么老爷 这种等级观念 那么就为了 为这个从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当中 彻底的废除跪拜礼节 那么提供了一种政治上的一个保证 那么这个时候 南京临时政府把这种废除跪拜礼 这个事情从国家机关 从政治领域 那么也就推广到了 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那么在这年的三月 南京临时政府 内务部 还有教育部 就颁布了一个通知 就通知已经独立的各个省 说这各个省 现在还可以再去祭祀孔子 还可以进行祭孔 但是什么呢 要除去跪拜之礼 在祭孔的时候 不能再行跪拜礼了 要除去跪拜之礼 改行三鞠躬 在祭孔的时候 你可以三鞠躬 祭服则用便服 你穿的衣服 要穿这个便服了 那么后来 临时政府就规定 要废除中国社会当中 社交当中的 这些跪拜 作医等等礼节 那么要求什么呢 在社会领域当中 一律改行鞠躬礼 改行鞠躬礼 那么后来 中华民国政府 颁布了一个礼制 那么礼制当中的规定 男人相见的时候 彼此之间 要施脱帽礼 摘下帽子来 是吧 那么在这个公务活动当中 采取什么呢 是脱帽一鞠躬 采取这么一种礼节 遇到国家的庆典 或者什么祭祀的大典 比较隆重的场合 是什么呢 是脱帽三鞠躬 那么这样呢 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 这种跪拜礼节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 就以国家政令的形式 正式的被 以法律的形式给予了废除 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 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的 这种跪拜礼节 被南京临时政府 以国家政令的形式 正式的予予了废除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种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一种文化的习俗 或者一种社会的习俗 它的积淀越深 积淀越厚 它的改革起来 它的难度就越大 那么中国人民 废除这种跪拜礼仪的 这种努力 从一开始到后来 是吧 始终都受到了一些 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 很多人反对在中国呢 废除这种跪拜礼仪 那么1897年 梁启超提出 要废除跪拜礼的时候 湖南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士绅 叫做叶德辉 那么叶德辉呢 就批评梁启超 说梁启超什么呢 说梁启超呢 竟寓意中国跪拜之礼 为西人鞠躬 说梁启超呢 是打算把中国这种跪拜礼 改变成西方这种鞠躬礼 居然请天子见将尊 说梁启超呢 居然敢要求清朝皇帝 天子要将尊于贵 说这种做法呢 实属备忘义吉 太狂妄了 太荒谬了 实属备忘义吉 那么南京临时政府 颁布政令 废除跪拜礼节 那么特别是通令 在忌恐忌天的 这些国家大典当中 也要废除这种跪拜礼 那么南京临时政府 颁布这种政令之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 甚至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场合 就出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 就是那些主张革新的 思想进步的人 那么开始实行这种心理 行鞠躬礼 那些传统的 那些顽固保守的分子 仍然坚持行跪拜礼 就出现了很多这种 非常可怪 可怪异的现象 你比方讲 在这个1913年春天 那么在上海 举行了一个祭孔的仪式 祭祀孔子 那么在祭孔的这一天 那么最初呢 参加祭孔的 像军界的呀 政界的呀 学界的这些人士 那么在祭孔的时候 都是行了三鞠躬礼 按照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这种礼制的要求 行了三鞠躬礼 那么但是 思想比较保守的 像孔教会的一些成员 那么在祭孔的时候 仍然实行三规九寇之礼 行了三规九寇之礼 那么说各种礼节 心理就礼 那么这个同时并尘 同时都在存在 那么这个时候 是吧 这个康有为 已经远远的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了 那么康有为看到 这个时候中华民国政府 下令要废除跪拜礼节 康有为对此非常不满 康有为是假 但是质问着国人 说中国人不敬天 中国人不尊敬 这个上天 义不敬教主 也不尊敬教主 他所说的教主 是谁呢 就是指的孔子 就是他把 以孔子为代表的 这个儒家学说 事成是一种孔教 把孔子当作教主 说中国人 那是不敬天 义不敬教主 不知其留死期 这期盖 不知其留死期 以傲慢为何也 就是中国人既不敬天 是吧 也不祭祀孔子 也不拜孔子 那你长着这个 两个乞丐 是干什么用的呢 是吧 按照这个康有为的说法 就是中国人长着两个乞丐 就是为了要行跪拜礼 就是为了要拜天 要拜地 要拜君 是吧 要拜天地君心师 那么这是这个康有为 对于中国废除跪拜礼 那么他很不满意 那么进行了一些指责批评 那么20世纪初年 那么在中国实行了几些年的 这种跪拜礼 已经被明文禁止了 那么但是跪拜的这个风气 在中国国内 特别是在一些边缘地区 没有完全被废除 还有很多边缘的地方 比较落后的地方 仍然有这种跪拜的这种之风 那么但是有一点 就是这种跪拜之礼 被废除 它是历史发展的一种方向 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阻止 没有办法改变这种 废除跪拜礼的这种方向 那么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 跪拜之礼 已经彻底绝迹了 就是在社会当中 还有一些人心跪拜礼 但是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 跪拜之礼被彻底的废绝了 或者说已经彻底的绝迹了 那么这种情况 应该讲它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那么跪拜礼节的废除 是从封建专制制度 它的灭亡同步的 伴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灭亡 那么中国的这种传统的跪拜礼节 也被废除了 那么中国这种跪拜礼的废除 毫无疑问 是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 辛亥革命的一个结果 那么同时也是中国人民 经过了对于中西理智的 这种长期的比较 那么经过反思以后的 一种自然选择的一种结果 应该说中国废除跪拜礼节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 它是一种进步的一种历史现象 那么关于这个中国 废除跪拜礼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里 我们现在行为这种归拜礼节 我们就已经有两种亂 hearings 那么加油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